美國F-16戰鬥機在敘利亞東北部上空 擊落了一架土耳其武裝無人機 因為無人機飛得太靠近地面的美冠 五角大廈官員表示 星期四較早時,土耳其軍隊 在距離美軍基地近一公里的哈塞克 附近進行了一系列無人機襲擊 美國指揮官觀察到這架無人機 美軍進入掩體同時努力與土耳其指揮官溝通 但當武裝無人機後來再次接近距離美軍不到半公里時 美軍決定將它擊落 五角大廈新聞秘書萊德準將 星期四對記者是這樣 萊德表示,這個模擬是一種令人遺憾的事件 他為擊落土耳其無人機的決定進行辯護 萊德表示,根據對正在進行的空襲觀察 以及這架無人機距離美軍近半公里距離的事實 美國指揮官確定這是一種需要自衛的威脅 因此採取適當行動 另一種事件出使到美國與土耳其國防官員進行高層對話 五角大樓聲稱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 與土耳其國防部長古納之間的一次通話 富有成果 在過去非中國磯巴沙撲透過 不單位 盧 開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